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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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们答应把我绣灯的事 我先安排大运他们去给管家绣安检仪 你这个灯 涉及到更复杂的原理 我们慢慢来 在家里装安检 真是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样就找售后还不知道多少天呢 可究竟为什么要在家里放这么高级别的 安检透视仪啊 是这样子 我们家这个地址啊虽然是保密的 但是呢 还是时不时的有人寄一些奇奇怪怪东西来 像垃圾啊玻璃碎片甚至还有刀片 这不上司吗 有个被那个AMU辞退的 这就搞了一个扎小人的主主娃娃 那也太恐怖了吧 那看来陆总在外边没少多的人啊 你想啊 他年纪轻轻的 就是个天才老板 继承了这么大的公司 担了那么多的责任 他在为人处事方面啊 肯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自然就有人怨恨有人妒忌 人无完人嘛 你们想想他毕竟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人啊 你让一个二十六岁的人成为圣人啊 正常人的二十六岁就 刚从大学毕业没两年啊 就是啊 所以我只有采取这种方法 来确保少爷不受外界的骚扰 所有外来的东西必须经过这个案件机案件 那我们的快递呢 实验室的所有物品也必须统一案件 否则绝对不让进这个家 完了 星期五的电池 你的主人也真行 怎么放心一个机器人自己去跋山啊 不过啊 我要真是个机器人就好了 可能 就没这么多烦心事了 星期五 你看你多好呀 就在这里做 什么都不用想 就一个人花一个亿给你 还有这么多人围着你转 连我都要假扮成你 去陪你的主人玩过家家的小游戏 你不喜欢吗 谁会喜欢假扮成别人呢 更何况 我装的是一个机器人 那你做自己就好了 做 我 做我自己吗 我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跟你说的你懂吗 星期五是杨善善 杨善善是星期五 是因为在山上吗 一点信号都没有 也连接不上星期五 也不知道陆森到哪儿了 是因为没信号吗 星期五怎么不回复啊 星期五 星期五 你听到了吗 这地方还挺漂亮 是谁 去 星期五 星期五你到哪儿了 没有星期五的导航 也不知道走的对不对 喂 人吗 富瑶 黛玉 年轻的科学家们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捡到手啊 黛玉 你在这儿干吗呢 谢傅 我在思考 思考 别发愣了 跟我到这边来 来来来 还是得靠我自己啊 关键时刻谁也靠不住 我不能感冒 我要感冒的话 这机器人就穿绑了 好 星期五 怎么不回星期啊 可能山上信号不好吧 我们今天为什么突然来爬山 我就是想带你来 看看这儿的风景 小时候 我妈妈老是带我来这儿 夏天的时候 她就在这儿画画 我就在这儿跟萤火虫玩 今天是星期五 你也叫星期五啊 那我们 以后每个月的星期五 都找一天来这儿吧 好啊 你知道吗 我妈妈说 我每次在这里玩的时候 眼睛里面都有星星 你有星星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眼睛现在 有星星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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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星期五 你醒了 你醒了 刚刚是没电了是吧 我 刚刚 是没电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走吧 哎 你出血了 是不是在被我的时候 不小心划伤的 你受伤了 我们赶快回去吧 你没电了 还能走吗 我 我 对啊 这不是关心可以充电吗 走吧 我有点电了 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你 你衣服破了 是不是下山的时候划破的 没受伤吧 没事 我看你就是摔坏了 不然怎么总是在挑战我的权威 我这不是在挑战你的权威 这是朋友之间 都互相帮忙 人跟机器人一样 是需要关心和照顾的 这比充电还关用 陆总 谢谢你 别有下山 那你就记着 你欠我一次 以后少收点货 你 我看你就是摔坏了 才没灰嘴 怎么这么疼 是不是耗电过度了 赶快回去充电吧 善人到现在还没回来 也没有联系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露馅了吧 我 穿帮了被人扣下了 乌鸦醉 没事吧 怎么了 电池也太不耐用了吧 我就带他爬了个山 电量都几乎用光了 还有重量也需要改进 我先带他回去检查一下 嗯 好啊 人工智能家居陪伴型机器人 谁可让这种机器人陪你去爬山啊 陪伴型机器人 不就应该陪伴在主人左右吗 虽然你是他的主人 但我不必须任何人伤害星期五 我是他的主人 我当然会保护他 倒是你是他的作者 不想着好好去改进他 却在指责我 你赶紧回去好好检查 好好改进 另外 减轻星期五的重量 也有助于减少他能耗 还不回去 商场 诚诚 没事吧 没事 怎么脸色那么差呀 不会感冒了吧 那你没什么事 怎么 这涉量了呀 应该是山上没信号吧 那你把影线已经摘下来 我去检测一下 姚舍舍 姚舍舍 你看看你 你要记住 你是阿尔法团内的机器人 要时刻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明白吗 我现在没力气跟你吵架 我好累 好困 我去 去 老师 姚舍好像生病了 这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忙 人跟机器人是一样的 需要关心和照顾 这笔充电都关于我 陆总 谢谢你 别有下山 习惯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心跳得这么快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发芽 来 来 来 丽儿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欢迎回来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送花 这撩妹的本领有待进展吗 我本来也没有撩过其他人吧 怎么就我一个人 陆森呢 你没告诉他你回来了吗 当然了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惊喜 我就不是惊喜了吗 惊喜舞 惊喜舞 惊喜 谢谢 星期五 你有我这么好的主人 真是转翻了 老师 山上发烧了 头特别烫 那先别叫她了 让她多睡会儿 我去给山上倒杯水啊 回去拿塑胶感冒药 这时候塑胶药会怪你 怎么还没来 都冲了十二个小时 星期五 主人 请问有什么吩咐吗 星期五 朋友摩世 你好 亲爱的陆森先生 请问有什么吩咐 冲好电了就赶紧过来 我去找你 老师 这是什么 这是吸管家刚刚送来的 说是陆森 给星期五准备的新衣服 衣服 我们的衣服怎么了 那可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航空极纤维材料 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 星期五充电的稳定性和速率 这件衣服 什么材料做的 棉 好看才是最高级的材料 珊珊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没有喜婚的话 你不要去鲁斯尼加 就穿你喜婚的 星期五重点穿到自己的 珊珊醒了 来 喝水 快 赶紧把钥匙 珊珊 您好好休息啊 若珊还没打电话呢 赶紧再睡一觉 那时间也到了吧 我得收拾收拾了 小珊珊 辛苦了 干吗又煽情 有这时间你们快点去休息 你们那几几人 我不得已输出了几个功能 你们得赶快完善一下 这点不用你担心 像做饭之类的 星期五都会 还是最优秀的 比你 那个 咱们出去吧 让珊珊好好收拾收拾 有事喊我忙啊 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吗 老是磨磨蹭蹭的 星期五 你又在干什么 惊讶 丽 丽严儿 你怎么回来了 给你一个惊喜啊 你不给我开门吗 我去吧 珊珊 你要是真不想去 就让老师跟你请假 别太为难了 又请人家说我脑坏了 撒谎容易 圆谎呢 而且你放心吧 我现在身体笨 同志 我走了 拜拜 你好 谢管家 请问有什么事吗 谢管家 请问有什么事吗 谢管家 你吓我一跳 我以为穿着个大活人来 吓我一跳 这高科技就是高科技啊 这高科技就是高科技啊 这高科技啊 这高科技就是高科技啊 谢管家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哦 今天庄园大扫除 请各位科技家们 去帮帮忙 好的 好久没来了 你这变化还挺大的 怎么突然回来也不说一声 不欢迎啊 随便坐 想喝什么 咖啡好了 嗯 嗯 幼稚的家伙 佳人 你们也是 陆叔叔他们走后 你能走出来 我真的很替你开心 你看你都多久没回来了 上一次还是四年前 那你为什么不来英国看我 你这么大个CEO从来不出国啊 连礼战都知道顺路跟我吃个饭 你可从来没来过 怎么了 我小时候对你不好吗 还是 你忘了我这个姐姐了 我没有护照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对了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过来跟我看看吧 这是 是 你之前不是说西装的扣子不好记吗 给你买了件很好记的 不过为了制造惊喜 没有询问你的尺寸 我目测的 朕都知道 对了 明天你有空吗 我约礼战一起来你家吃饭吧 好久没见了 我回来了 你俩总得给我接个风吧 你一个人来就行 怎么 难不成我之前听人说 你俩在公司里闹不合的传闻是真的 都多大的人了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有分歧 还要学小情侣冷战啊 别闹了 小时候的玩伴不是说散就能散的 正好吃顿饭和解一下吧 我是姐姐 听我的 该戳 就当我答应了 真勉强啊 陆总 她 着急忙慌地让我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 等一下 她是 该死 该死 是陆森说的那个 对她很重要的女人 康丽儿 二十七岁 经济与智能运营专业双硕士 这屡历好可怕呀 长得也不错 看陆森这少男怀春的模样 面对我的时候哪有这种样的 不是好久凶 来来来 我们智慧无比的科学家们 来 给你 今天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今天要把这个战斗 里里外外地对个打扫得干干净净 既然咱们都住在一块儿 在一起生活了嘛 那就是自家人了嘛 就要把它当成自家的事情来做啊 好 有道理 那打扫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谢管家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美女科学家 这种事情 缺少了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怎么能行呢 对对对 你看咱们这个地方这么大 你们年轻人一来 我就省心多了 各位 拜托了 拜托了 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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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她是不是用言语刺激了我快乐中枢 我不该答应她的对吧 那个检测仪就不应该给她修 黑洞 永无止境的家务黑洞 对了 我爸跟你说结婚的事了吧 结婚 嗯 什么时候 为什么 我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是才知道的 巧了吧 小时候长辈们总爱把咱俩错一堆 我爸可能当真了 再说了 谁让你这么好 你可是我爸心中最完美的女婿人选了 这不我一回来 就要喝着拉郎配吗 这 什么思路 康家的商业联姻思路呗 你能接受 其实我也想知道 你现在和我结婚会是什么感受啊 你喜欢我吗 好近 好想逃 自动识别 你和我结婚是什么感受 你真的喜欢我吗 都谈婚论嫁了 我还是先读读吧 咱们是科学家吗 我都快忘记我是一个 用智商吃饭的天才少年了 真的应该发明一个这种机器 人的手怎么可以干这个呢 重复单一动作 会对人的关键产生极大损伤 星期五就不一样了 星期五 我忽然有一个想法 我要去调一下星期五 你们先干着 这借口不错呀 还忽然有个想法 我可以想说 말ing 忍不下去了 我不是来避婚的 只是让你也小心点我爸 嗯 好了 别这么严肃了 姐姐只是很想你 想念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那就说好了 明天我会和李战一起来看你 我觉得还是 就这么定了 你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回头联系 这小子又怎么了 奇奇怪怪的 醒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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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himself 这 这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你这么出的样子,你就到卧室的抽屉了,拿出注射器,给我打一场。 爱的真,并不代表就能遇见那个对的人。 你的出现就像开了一盏灯,爱的神。 不如爱的诚恳,你的玩具散寒冷,唤醒了每个沉默清晨。 没尝过孤独的滋味,也不曾感到伤悲。 终于我遇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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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我遇见了你。